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the online classroom 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同学们来到课堂跟我一起学习汉语 这节课继续学习系列课食堂当中的生词 学习VKB的生词部分 上节课我们学习了课文内容 说马克和服务员之间的对话 是马克来到食堂后买了一些食物 对食堂的饭菜有了一定的了解 那么这节课要讲解一下 我们在食堂点餐买饭时 可能说话用到的词语 我们看一下这节课继续的第一个生词 就是食堂 cafetery contin 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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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堂这个词语很常见 是学校当中必不可少一部分 每个食堂的口成部分都一部分是食堂构成 食堂日工学生老师 教职工吃饭的地方叫食堂 教职工吃饭的地方叫食堂 那么食堂可能有 一食堂 二食堂或是楼层之分 有不同的位置 有不同的特色 菜的特色 有米饭类 面食类 有米饭类和面食类 这第一个词食堂 第二个词 服务员 在食堂工作的人员我们叫做服务员 服务员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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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员 服务员 winter 男服务员 女服务员 男服务员是winter 女服务员是winterest 女服务员 这是服务员 什么什么员 有公务员 人员 人事部门 人事部门 我说personal 作为名词讲的时候是人事部门 全体人员 形容词讲是人员的和有关人事的 人员的 有关人事的 我们下一个词学习的是要 要 要 点菜 to want 需要购买 to want something would you like to have something 想要买 买些什么 吃的 要 接下来词是土豆 菜类的土豆 特务 土 豆腐 土豆 土豆 Potato Potato 土豆 那么再问多少 How many How much 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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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much 后面省略 mine 问多少钱 How much 后面省略 mine When you use 多少 as how many in your question the number in the answer is expected to be large usually more than 10 那么for example 你要多少 你要多少 How many do you want 我要20个 I want 20 我要20个 举例了AB对话 A问你要多少 B回答说 我要20个 好 那么接下来看 加个词 钱 欣然 钱 Money 钱 多少钱 6和7 可以连在一起 说多少钱 多少钱 6 7 How much 后面省略的 Money 钱 在酒店等服务人员收到整整钱时 我们说需要找零 To change 找零钱 有的时候顾客会很慷慨的说 Keep the change please 不用找钱了 Keep the change please 不用找钱了 好 7 8 我们连在一起讲 7 8 可以跟六连 2块钱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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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看还 喝爱还 also als in addition for example 你还要什么 你还要什么 what else do you want 你还想要点击什么 what else do you want 你还想要点击什么 第十个词是 这 this 这 这个 这个 你还想要点击什么 鸡肉 鸡鸡 肉肉 鸡肉 chicken meat 鸡肉 我们说鸡肉 分开讲 鸡鸡 chicken 肉 meat 鸡肉 鸭肉 鹅肉 后面加上meat 都可以构成各种动物的肉 动物加上meat 各种构成肉类 chicken meat 鸡肉 那我们想说 食堂 有鸡肉吗 有 有鸡肉 有土豆吗 回顾课文 有土豆吗 有 有鸡肉 有土豆 那么说 这食堂的特色 可能是鸡肉 我们上节课学的炒饭 那么同学说 有鸡肉炒饭吗 有香肠炒饭 可以用肉类炒 西红柿炒饭 洋粥炒饭 stir stir fry 炒 炒饭 用鸡肉炒饭 这同学们可以提 问句 妈妈 妈妈 a question particle 妈妈 有鸡肉吗 问句 妈妈 那么肯定回答是对 得位 对 有 correct 对 有 肯定回答对 是有 right yes 都是肯定回答 那么说 它的反译词 对的反译词 是没有 may may not 没有 wrong no only use the negative form of verb 有 使用 没的时候 常常与有 连在一起使用 may may 常常与有 连在一起使用 那么说 本单元学习的是 cafeteer 食堂 那么在 中国各个省份 它有许多特色菜 例如北京的烤鸭 北京的烤鸭 它是一个特色 喜欢品尝美食的同学 可以到北京品尝下北京的烤鸭 那么简单举几个例子 像北京的烤鸭 上海的红烧肉 我们刚才讲 肉肉 红烧肉 红烧肉 最具特色出名的是上海的红烧肉 那么在黑龙江特色是 锅包肉 肉类 nit 而我们虽然与鸡肉 连在一起 学肉这个词 但并不是说鸡肉是黑龙江省的特色 黑龙江 provis special this is 锅包肉 锅包肉 那我说一下 东北三省 黑龙江是 锅包肉 那么东北三省 其他两个省 吉林和辽宁呢 吉林provis is 清蒸鱼 清蒸鱼 清蒸白鱼 是吉林省的一个特色 清蒸白鱼 辽宁市 东北特色菜 special dish的 猪肉炖粉厂 粉条 猪肉炖粉条 pocky meat 炖 nudos 炖粉条 这么说 几个省份 举例的特色菜 由肉类 蜜 我们想到的 那么关于 食堂粉节课的 生词 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同学们 跟我一起学 汉语当中 这节课的生词 stand Chinese word 那么这节课 我们就上到这 向同学们继续 下节课收听 我们的新列课 请不吝点赞 订阅